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这一天纷纷释出了吃粽子的影片跟照片 包括我们的总统赖清德 以及我们看到外交部部长林佳龙 不约而同都吃这个减粽 那甚至赖清德还吃减粽冰 这个他是甜食控嘛 所以把整碗冰都捧起来吃 把它喝光 那林佳龙也讲说这个是小时候的回忆 可是观众您或者是民众买不买单呢 其实在PTT上面有一些人讲说 你可以多关心一点国家大事吗 现在朝野对立这么严重 你还在玩这个一样的玩法 你拍影片跟民众互动 可是必须讲你没有面对媒体 在朝野之间的这些纷争 好像你也没有出来协调 讲完话就缩起来了吗 这种新闻最对位 哪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 那就可以呼隆过去了吗 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人民很想知道 包括您看到最近有一个叫做新三宝 民进党新三宝的称号是昨天 我们看到亮哥在我们大白话节目里头 新疯的新三宝 哪三宝呢 包括您看到王毅川西盖哥 昨天他去吊霞 那也用了很多插科打婚的方法 来跟他的支持者互动 那另外他讲到减重 讲到粽子节 端午节的话题 他还特别讲说 不要误会 以为吃这个减重会减重 那想要做一些谐音梗 那当然我们知道王毅川 有他的一个支持者 或者是很多人也很 也很认同他的想法 可是这个吊虾比赛 我就看到徐晓星有在酸他说 你醉虾啦 所以你再吃 你再吊虾 那当然很多人对他的爱 恨 情 愁 都表现在网络的声量里面 那另外呢 这个民进党的第二宝 亮哥封的是沈柏阳 沈柏阳最近有很多争议 包括他说台湾有三十几万 数十万的第五纵队 藏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家里面 这些人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那谁来定义高风险族群 那有没有可能政府会监控这一群人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早上 他上了伟汉的广播 他有一番解释 我们来听听看 我认为两种人风险最高 一个是立法委员 一个是村里长 为什么 因为立法委员第一个 如果立法委员 因为他常去中国嘛 现在 他又可以接触大量的国家机密 所以他的风险整个就往上提升 然后再 就他作为中间人的风险提升 然后村里长也是 因为村里长是负责台湾之后 每个地方民防的指挥单位 只要村里长 更越来越多人 譬如说圈投降协议啊 等等之类的 他可以在战争一爆发的时候 直接让台湾抗敌的意志 又或者说呢 在台湾散播假消息 他是第一时间能够做到的人 所以沈柏洋的论述 当然他讲了很长 我们接取其中一段 他认为立法委员 尤其是会到对岸去 访问的立法委员 可能他的风险最高 还有就是村里长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 或者是未来要立法吗 还是我们国家 会成立什么样的机关 我不知道怎么做 可能等一下 我们都还会来讨论 而另外关于国会改革 这件事情沈柏洋也说 那民进党 因为有人问嘛 他上范琪斐的专访 说为何民进党执政 八年不做国会改革 沈柏洋的论述是说 因为太难写不出来 大概是说不知道怎么改 那我们另外来看看 包括民进党被 亮哥封为新三宝的 第三人是于北辰 我刚刚还漏讲了一个 包括沈柏洋 也有媒体报道 有可能会剑指花莲县县长 2026的时候要挑战 傅昆琪 花莲王接班战 我们看到是这样子的媒体标题 因为什么样被外界视为 是吸收年轻学子 对抗傅昆琪的势力 所以未来有可能 民进党会提名他吗 不知道 我们现在慢慢看下去 而第三宝 我刚刚说了于北辰 将军 因为现在尽管他是 无党籍的身份 成为桃园的市议员 可是他的论述 最近大家也觉得说 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包括迷路 他说共军 如果一旦登陆的话 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因为他们来台湾 来台北会迷路 理由是可能网路用不上 没有办法Google 所以会在城乡之间迷了路 我们看到其实 台湾有一些 中国大陆的朋友 在这里求学居住 他们就实际拿出 天通卫星跟北斗卫星 在台湾实测 他说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解放军 一旦登台 会在台北迷路 这件事情可能不成立 对不起 我们当然不希望 解放军登台 我们也不愿意 我们拒绝 或者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可是他的假设 看起来是不成立的 另外网红 韩国人也以百度地图 在台湾进行导航 意思是他这个 我们的将军 就是受台湾军事训练的将军 程度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低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于北辰 当然最近必须说他受到非常多的攻击 所以他两天前在脸书上面 po文是一个人 慢慢地往前走的一个背影 他说民主的路不好走 得来不易 判珍惜 所以必须讲现在台湾社会 真的是陷入一个非常撕裂 互相仇恨的境地 来先请教巧心 其实刚才沈柏洋他在讲的 我们要回到他一开始谈 所谓第五众队的时候 他所说的人数有多少 他当时第一个时间的说法是 高风险的第五众队 人数有高达数十万人 就现在改成说呢 就是立法委员跟村里长 那我请问一下 就算你把所有的立法委员跟村里长 都说成是第五众队 那数十万人是哪里来的 所以其实实际上 你把所有的陆配陆生 跟大陆有关系 到大陆做生意的 你的亲人好朋友 只要跟大陆有任何一点接触的 他都把你是作为第五众队的 高风险族群 他才会这么说嘛 所以他说他不是要监控 可是他要你干嘛 你去大陆以后啊 你要先报备 政府说你可以去你才可以去 去了之后回来要干嘛 要写报告 所以我在想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法西斯主义 这还是一个民主吗 当我们在说 尊重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里面 其中一条就是什么 我们要有人民迁徙的自由啊 结果连现在大陆 你去旅游的自由 很多村里长 我们是有国安无法的哦 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很多村里长 他只是去大陆旅个游 一大堆人被带回去征讯 然后呢 甚至有一场征讯 以台北来讲 全台北一大堆曾经哦 可能在前年去过大陆的人 全部都被叫过来来来来 给你做征讯 征讯了一整天 那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谓的民主吗 我们所说的自由吗 所以我觉得哦 其实他们现在是不愿意面对一件事情 还是回到王益川身上 还是不愿意面对王益川 在5月27号所说的 政府会监控人民这件事情 所以你才看到王益川去掉虾嘛 为什么他要掉虾 他想要让大家觉得说 不心虚 我还是有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那实际上 接下来下个礼拜 我会把真相告诉大家 就是说你到底是你用膝盖AI去想的 还是真的有人给你资料 不要以为说你躲得过一时 可以躲得过一世 为什么可以有所谓的一份资料 有基地台 有交叉 比对 可以去区分青鸟 还是呢 小草 光是民进党就应该 赖清德总统就不应该在 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在那边吃粽子 应该要出来大声的告诉大家 没有这件事情 5月27号早上你们有没有开主管会议 你们有开主管会议 讨论相关的数据 有或没有 这是一翻两登眼 结果媒体去问民进党的时候 民进党说什么 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故不再回应徐巧新委员的问题 你对于我提出这么具体的一个时间点 跟讨论内容 你都说不出来了 然后你现在有时间在吃减粽 为什么这个耐性的总统 要去跟吴沛毅还有黄杰他们 一起吃粽子呢 我告诉大家 因为其实实际上面是因为 最近的所谓的罢免风波 而以台北市来讲最有可能 我们只看数字 不看没有正当性的问题 我也没有主张说 我要去罢免民进党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就说如果你只看数字的话 最有可能会被罢免的对象 就在他旁边 所以就两个人跟他拍影片 吃粽子 黄杰还好黄杰的选区购率 可是他们是为了一起搭配这个吴沛毅 因为吴沛毅当时在这个选举里面 他只拿到39%的选票而已 39% 其他人大多数都拿到50% 50%出头 那39%来讲 如果今天真的要乱罢免一通 没有正当性的罢免的时候 其实最危险的恐怕不一定是国民党 反而是民进党 但我们当然不鼓励嘛 我们没有人在鼓励说要大罢免时代 只是为什么要因为国会改革无法通过 就开始去一个一个喊罢免呢 推动国会改革无法的人就要被喊罢免呢 那这当然就变成是说 那你今天如果你要好假设 你说你要罢免叶元支 只是因为叶元支 当时是显胜 那这时候国民党也会说啊 那民进党是不是也有显胜的 那我也来罢免你 那你这样罢来罢去有什么用 最后谈一下柯建民 为什么他要喊说那要这个倒戈好重选 因为他对黄国昌有恨啊 因为你罢免来罢免去 罢免不掉不分区啊 所以他想要把不分区也包进来 看能不能把这个黄国昌干主理法院 所以才说呢 那干脆整个解散国会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 这些对赖金德总统来说都不好 你只看到了就是说国会为了 这个国会无法的改革 跟行政体系不断的冲突 那我请问一下 从赖金德520上任到现在以来 除了吃粽子之外 大家对他有什么其他印象吗 反而是完全没有 所以我觉得伤受伤最大的之一 也是赖金德赖总统 那你请教辉文 刚刚巧心讲这个部分就说 柯建民对黄国昌有怨恨 假设解散国会重选的话 我相信柯文哲主席 还是会把黄国昌列入不分区 他还是会当选 他还是会回来 你敢不走黄国昌 因为签词解散国会这东西 必须要立法院他倒阁 所以我是建议说那就解散国会 然后重选一次 假设重选之后民进党过半 那就民进党过半 那就完全执政 至少不会这么乱 假设重选之后 还是一样蓝白加起来 赢过民进党的习施的话 赖总统就请辞 总统重选 这样不够公平 小学书本来就这样 立法院重选 总统为什么不用重选 他愿意的话 我们大家都很支持 本来就是要这样走 对不对 这个上个礼拜 徐晓星对顾立雄先离后兵 我就问大家 投票之前 国防部的飞弹简讯 是怎么回事 是国防部的意思 还是国安会的意思 那就国民党内部的民调 这个据说中南部影响好几% 我请问你这选举有效吗 请问谁要负责 你国防部连卫星跟飞弹的英文 都不会那国防部就解散好了 谁下的命令不知道 刚巧新提到那个村里长也很好 我问你 这么多村里长被叫去做笔录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就选完了 哪有这样子 那欺骗我的感情 那你那些村里长被叫去问笔录的 这个我就跟你讲 这个就是政治真访 你这个就是政治办案 来 端午节给大家看一个笑话 这个伪造郭董的连署 赌场的小弟判刑 赌场的老板 叫小弟去帮郭台铭连署 然后这个小弟 他说我不认识什么人那怎么办 他就去找这个当铺业者 因为你知道要去当铺的时候 要copy那个身份证的正反面 所以从当铺业者那边拿到个资 然后自己去伪造郭董的连署书 我请问大家 为什么一个总统的这个连署 会牵扯到赌场的老板 当铺的业者 然后最后一次赌场小弟被判刑 你有看过人家连署 连人这样子的吗 这个所有过太 我看那个前几天 傅昆琦还在咨询 屏东县议会的议长还在收押 已经押了五个月了 要这么久 所以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我跟你讲 我觉得这个选举很奇怪 亮哥提到这个民进党三保 那个没有列进去的怎么办 列这几个 而且刚刚前几天讲的 这个人根本不是民进党的 他根本不是民进党 你把它列民进党 我们要公平己见 也要有国民党三保 观众朋友我先提名一个 我先提名一个叶元智 另外两个我不知道是谁 大家自己去填空 国民党立委的表现 我也实在是觉得这个点点点 然后现在有青鸟之后出现蓝鸟 有没有白鸟 这个民进党的青鸟 国民党的蓝鸟 然后民众党应该叫做白鸟 为什么 他这是什么 钱子 他现在是要这个 从端午节之后 要发动舆论战 要全台开打 要去花莲 然后还有台南 什么新北 台北 还要开始乱 民进党的青鸟飞出台北市 然后国民党的王宏威 他们说我们叫做蓝鸟 然后青鸟跟蓝鸟奉陪 这个端午节之后 还有很多好戏可以看 我要请问赖总统 这个是你要的吗 赖总统 你要看到 已经才刚选完几个月 然后大家到各县 大家又动员 而且到你的本命区台南 然后大家这样在吵 我不晓得赖总统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赖总统你是主席 这个飞出台北市 是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又昌下令的 赖总统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吧 来 请教这个伟翰 我上个星期 我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有机会可以问沈柏洋的话 要问清楚到底 所谓第五纵队的监控是怎么回事 今天早上对钢琴子 有给大家看那个画面 因为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全程有听他怎么说 他是说没有 他不想用第五纵队这个词 因为如果真有第五纵队 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有 那些人就是摆明了 如果两岸如果战争的话 是会搞破坏的 那些人就应该 掌握了就应该抓起来 就应该当间谍去处理 他讲的是 真正会搞台湾迫害的人以外的 一些可能被接触的对象 第一类高风险群就是 村里长跟立法委员 因为立法委员他有接触很多的机密 然后又会去大陆访问 可是先前不用升级 就刚刚巧新讲这样子 回来也不用写报告 可是现在目前的公职人员是需要的 比如说像蒋万安 像柯文哲 以前当台北市长 去上海双城论坛之前就需要 所以他认为说一样的机制 他现在讲法是申报机制 第二个是中度风险的就是 认同对岸的一些组织 包含可能就是 所谓的黑道组织 这是中风险 公庙的 对 最后就 没有 公庙是最后 宗教他觉得反而 因为宗教活动他觉得 其实没有牵涉 他条件有两个 第一个是对岸要接触党政军 并且收受利益 这是前端 后端是回到台湾 有重制正式活动 这跟反射斗法的概念是一样的 后来他有讲 反射斗法民进党在修法的时候 其实有跟他讨论 所以他的反射斗法的修法过程当中 他也有提出意见 最后一个族群才是 所谓左右为难群 就是受害群 他说陆配这三十几万 你看他先前讲 大概有十万是风险 对不对 可是陆配就有三十几万 所以明显不是 所以他认为陆配不是 他要去监控的对象 他不是说数十万吗 数十万 对 但是光是陆配就有三十几万 对 所以如果陆配算进来的话 绝对就超过 所以陆配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家人都在对岸 可是有时候回去以后会被问话 叫你回来台湾要怎么样 所以他就说简单讲 他现在的说法 今天早上问他精确的说法就是 要知道这些人去跟回来 都要有个机制 跟现在的县市长去一样 而不是说要去 我说你监控 你要是什么 手机什么这不行 侵犯人群 他说他没有要这样做 简单讲是这样 就是要他们申报 立法委员 所以他现在有个法 他在立法院 他提了六次的 在程序委会被挡掉 就是说他希望立委去 对岸也要申报 那这个并没有过 第二个是刚刚我看到 这是我今天忘记了问这一题 选花莲现场 是这样 因为他是不分区立委 民进党在花莲完全没有 现在目前没有立委 所以他的责任区在花莲 对 他的责任区在花莲 所以就是花莲是他要常去宣讲的地方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 大家传出说他要选花莲 这个我倒不知道他要不要选 因为花莲其实基本上 以现在目前复婚期的状态 他跟他的夫人在花莲长期经营 其实花莲人 我的了解是非常支持复婚期的 要选赢花莲 就是民进党在花莲要选赢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上个礼拜李建昌的谈话就是 害了民进党 肖美琴还跑去拍 地震之后跑去拍那个 什么立奖 叫大家赶快回来花莲 结果就民进党的议员讲说 花莲这种地方我们不要去消费 那会让民进党在花莲 选上立委或选上县市长的 那一个难度又提高 你要先爱这个地方 你才可能被这个地方认同 天子 等一下 我猜 不 我不讲花莲 沈柏洋要选哪里我都无所谓 我请问大家 请大家去比对 因为这个前子你要做功课 请大家比对沈柏洋之前讲的 跟今天在韦翰节目讲的 有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啊 韦翰你不能每次都当好人 你应该拿沈柏洋之前讲的话 问他说你为什么两次讲的都不一样 哪一个沈柏洋才是真的 你看到黄韦翰就縮起来了 黄韦翰有那么可怕吗 你就把你以前在自由时报 讲的再讲一遍就好了 对黄韦翰就縮 沈柏洋你令人看不起 你笑死人了 你那时候不是讲监控吗 然后谁 然后说立委吗 你自己不就是立委 那你告诉我国民党哪些立委有问题 那么第五重队 我觉得沈柏洋这个太离谱了 这个我 因为前子我比较懒散 我说你要做功课我也做功课 我就把沈柏洋之前讲的 跟他今天在华文館节目讲的 到时候做出比对之后 立刻就可以打领沈柏洋 沈柏洋是在 我记得是在礼拜二还是礼拜三 上个礼拜接受自由时报的专访 有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去找出来看 当然他提到第五重队的概念 必须讲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反弹 连黄韦翰都骂了 因为这个跟法西斯 这个跟所谓的麦卡锡主义 有很大的关联 基本上我认为这是违反民主的 我有做功课 我不是没有做功课 只是这个题目真的太大 这个题目真的太大 沈柏洋 因为有一个风波 所以他上了黄韦翰的节目 黄韦翰今天的节目我也有听 可是他必须讲 他阐述更多 可是他可能也有自圆其说 我们这个题目很大 我们也许下个礼拜再 或者是明天我们再会 有一个更大的专题 再来探讨这件事情 不过我们先进一下广告